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1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咱们还是先看南部战场 就是赫尔松和克里米亚 跟往常一样 在赫尔松、克里米亚这个方向 还有扎波罗热 俄乌双方都是小规模的试探性的进攻 就是互相打打炮 放一放无人机 或者是小量的敌后武功队侦查试探行为 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和动作 尽管这地方被称为乌军反攻的最佳方向 可以切断克里米亚与俄本土的陆地联系 未来有可能发生大战 那么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通报称 俄军在库皮、杨斯克、红利曼等方向 打击了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 在扎波罗热地区、顿尼茨克地区和赫尔松地区 俄军打击了乌军多个存有炮弹和火箭弹的弹药库 俄航空兵与火箭炮兵部队 在多个地区打击了乌军炮兵部队的目标 此外,在过去24小时 俄军拦截了多枚海马斯多广火箭炮火箭弹 击落多架无人机 同日,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 在电报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称 防空系统在菲尔多西亚上空拦截了一枚从乌克兰方向发射的导弹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就是在俄乌战争 俄军在赫尔松地区捐赠的各式地面砖甲单位 当然也很多是摧毁的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独立军事情报机构统计 俄军超过一万辆军用车辆与重型武器 在乌克兰战场被炸毁 一气货被俘获 4月9号,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俄军战损 俄军单日阵亡470人 合计178150人 我记得以前啊 好像最激烈的时候啊 俄军这个每天的伤亡 叫阵亡啊 不是伤亡 阵亡是超过1000人的 就是被打死了 现在已经降到470人 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俄军的进攻啊 势头没有以前那么猛了 要不然他死的人这么少呢 第二个呢 也可能就是乌军啊 炮弹军火可能也是供应不上 所以这个造成俄军每天呢 耗财啊 消耗的就少多了 下降了一半呢 由于啊 在赫尔松南部啊 就是蒂尼泊河左岸的 就是俄军占领的一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啊 已经被乌军啊 这个有机化的啊 用海马斯已经摧毁了 有些正在摧毁之中 据分析啊 这个乌克兰将在这一个月之内啊 要打击摧毁在扎波罗热 避免被乌军的那个炮火啊打击 据于俄罗斯观点报 网站4月7日报道啊 说美国高层证实了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在此背景下 网上出现了关于乌军状况的秘密信息 五角大楼因此展开调查 说的就是那个 美国的一些关于乌军的反攻计划 以及北约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的 一些状况 这不是泄密事件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日透露啊 乌克兰武装力量可能于未来数周转入反攻 据报道 为夺取克里米亚和邓巴斯 乌克兰组建了至少八个突击旅 西方媒体报道显示啊 这大约有四万人 引人注目的是 社交网络上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中 也提到了无军计划 俄罗斯专家对泄密事件本身和公开宣告进攻 有不同的解读 在他们看来 乌克兰的确可能试图在亚素海沿岸地区突破 指的就是梅利托布尔啊 但这种尝试的细节 被故意在媒体上放出各种谣言 猜测和假消息所笼罩 这个说的什么意思呢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乌军大反攻啊 喊了已经几个月了 当然人家没说马上大反攻啊 人家说的就是春季大反攻 早就开始宣传了 这让我们想起这个 俄军善意从赫尔松撤离啊 也是一样的 乌军反攻赫尔松 也是喊了好几个月 有五六个月之久啊 一直在反攻赫尔松 现在在反攻克里米亚 也是喊好几个月 喊着喊着 俄军就自己跑了 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围困各种心理战 然后现在乌军你看 不仅通过乌军 就是乌克兰高层啊 自己放出来的克里米亚的这个信息啊 都是非常混乱 而且矛盾的 一会儿是谈判 一会儿要打 一会儿是一寸领土 都不能割让 一会儿要跟人和谈 说政治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然后这个美国啊 也是不停的在里面 一会儿说啊 这个是乌克兰人自己的事情 一会儿又说啊 我们支持乌克兰去反攻 等等 一会儿又说啊 乌军啊 凭自己的军事实力 拿下克里米亚 那是痴心妄想啊 这个泽伦斯基啊 过于自大 这个是美国的参谋长 联系会议主席 米利山将说的 他说的原话 可能不是这么讲的 意思就是意思 你看看 光如克里米亚 那是虚虚实实 然后现在又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间谍事件 然后什么绝密情报泄密 实际上就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在乌军的反攻问题上 这个释放真真假假的信息 起到一个干扰作用 你也不能说他是假的 他很多信息都是真的 真的信息里面有假的 假的信息里面有真的 叫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总之啊 你俄罗斯人爱信不信 让俄罗斯人反而叫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他搞不清楚 所以说啊 随着这个克里米亚啊 随着乌军反攻的这些信息 越来越多 你只能说明啊 乌军真的是有反攻的计划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反攻 谁也不知道 上一次那个什么 波多利亚克说了 全世界只有三到五个人知道 乌军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发动反攻 我们再看看巴赫木特战场 这是乌方的报道啊 4月9号 巴赫木特最新张况 是截至到下午14点 就是北京时间 就是晚上19点 4月9日 瓦格纳因伤亡过大 连续14天 无力发起重大攻势 以切断城外的乌军 补给路线 0506公路和0504公路 瓦格纳在巴赫木特城南 突破了乌军防守的 柴可夫斯基大街 该街道就是进入市区的 0504公路的末端 这个区域的乌军 陆续向北撤离了 大约500到1000米左右 建立了新的防线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9号这一天呢 可能0504这条公路 对乌军来说啊 就用不了了 因为它的末端呢 被瓦格纳占领了 那个乌军已经撤退了1公里左右 建立了新的防线 4月9号这一天呢 瓦格纳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 巴赫木特火车站 及周边街道啊 战斗非常激烈 在巴赫木特的北线 南线 以及巴赫木特市区 火车站附近 这个战况都非常激烈 打得难分难解 但是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战果 唯独是巴赫木特的城南区啊 就是刚才说的 0504公路的末端 也就是柴可夫斯基大街 那一带 瓦格纳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乌军的这个发言人呢 叫切雷瓦蒂说啊 说尽管通往赫罗莫沃 在桥梁被炸毁一个多月了 但巴赫木特的军队 供应任在积蓄 据乌克兰记者报道啊 切雷瓦蒂在全国电视广播中 说啊 现在我们的工程师 物流人员 正在做所有的事情 切雷瓦蒂说啊 这种情况 包括试图在火力下 或直接控制下走路线 表明我们找到了 摆脱困境的方法 我们确保把巴赫木特的 供应弹药 食物 以及一切必要的东西 并带走我们的伤员 什么意思呢 切雷瓦蒂的意思是说 乌军啊 克服种种困难 确保啊 巴赫木特的这个 运输不极限 还是通畅的 可以使用的 不仅可以把炮弹 这个尊须啊 食物啊 送上前线 还能把伤员 给撤下前线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巴赫木特和 赫罗摩沃村之间 这个桥梁呢 实际上是在三月初 被炸掉的 有的时候是乌军炸的 有的时候是俄军炸的 总之那个桥已经炸掉了 但是呢 乌军还一直在使用 可能没有炸的彻底啊 这个乌军啊 为了确保 交通运输不极限的 这个畅通啊 为了打通 通往巴赫木特的 这个不极限 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啊 据纽约时报 援引泄露到互联网的 美国关于乌克兰的机密文件 写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 不得不向巴赫木特附近派遣 在反攻时 寄予希望的精锐部队 资料中写道啊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提出派遣 其指挥下的精锐部队 两周 就是历史军事情报局的 这种特种部队 这种部队 平常都不动用的 本来是准备 眼镜失位在大反攻众承担这个尖刀作用的 这样的部队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只好把它用到巴赫木特了 就这个意思啊 目的是击退 威胁供给线的俄军 据称布达诺夫将军 把当时乌克兰的情况 描述为灾难性的情况 报纸写道啊 最后 泽伦斯基向巴赫木特派遣了资源部队 报纸指出啊 各种精锐部队参加了战斗 这导致了乌克兰的战略开支 乌克兰曾努力要保留自己最训练有数的 和装备最齐全的军人 来在近几周或者近几个月进行七万的反攻 就是咱们说的 就是这些精锐部队本来是为大反攻做准备的 现在不得不把他派到巴赫木特战场 来打通这个运输不极限 所以说乌军啊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问题是保卫巴赫木特 实际上也是在为大反攻做准备啊 上一次咱们说了这个泽伦斯基 希尔斯基 还有扎鲁日内 他们的策略就是在巴赫木特尽量拖啊 能撑一天是一天 巴赫木特撑一天 就为大反攻啊 赢得一天的时间 那实际上就是你能撑到哪一天就撑到哪一天 撑不住了就撤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看晚上有传言啊 说这个乌军在巴赫木特 只有那么一小块地方 居然还没有被俄军拿下 说乌军啊 有秘密通道 从卡索菲亚尔通往巴赫木特 有地下暗道等等啊 这种说法都有 我这个我持这个就怀疑的态度 就如果乌军真的从巴赫木特 有地下通道啊 通往卡索菲亚尔 那肯定还能跑车啊 要不然你说装甲车啊 这个山源呢 对吧 你这个弹药你怎么送进去啊 不能靠人背啊 那你那个地下通道 那也是工程还不小啊 就不管你什么时候修的 秘密通道 那个俄罗斯人不会不知道的 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很多间谍 大家别忘了啊 这个打战之前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 相当的这个融洽 很多俄罗斯人在乌克兰 很多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啊 不可能不知道的 不能太低估了 俄罗斯人的这个情报机构的能力啊 那你有这么一条重要的通道 俄军又知道 那他来个这个什么重型炸弹 或者专门打这种地下掩体的这种炸弹 一下巴尼泰的路不就报销了吗 多炸几次就炸掉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小啊 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 确实就跟刚才那个纽约时报说的一样 就是乌军啊 确实付出了代价 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把这个生命线给撑住了 但是即便这样 你那个生命线也是在俄军的炮火覆盖之下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因为你现在大炮打个30公里啊 射程30公里 我认为啊 乌军啊 是勉强把这两条路给撑住 没让俄军啊 物理切断 就是俄军直接把这路占上了 没能物理切断 他只能靠炮火封锁 那么炮火封锁的话就有个毛病了 就是说晚上你看不清楚啊 俄军没那么大的能力啊 所以晚上这个乌军就开始啊 运送这个弹药 撤退上员 甚至有很多人部队撤出 有部队进驻 都是晚上夜间进行啊 部分落断呢 他可以穿过田野啊 穿过一些小路 所以俄军到现在没有办法 切断0506还有0504这两条公路 恐怕就这个原因 就是靠乌军的这些特种部队啊 玩命的在那撑着 那么乌军要撤退的话也容易 他可能就是一些干死队啊 电后的部队在前线跟瓦格纳啊周旋 其他的部队是有序啊 夜间撤出 他可以化整为零啊 三三两两的撤啊 然后这个 自重啊 就是装甲车啊 坦克可能很多都不要了 该炸炸掉 这两天啊 这个外媒啊 各种自媒体报道就是 巴赫木特已经失手了 俄军已经占领了巴赫木特 这几天天天都有 但是我想啊 作为咱们身在几万里 几千里之外啊 都不在前线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巴赫木特有没有失手啊 你主要看普里格金 对吧 或者你再看那个叫什么 老黄鹅斯特利哥夫 看他们怎么说的 如果瓦格纳把巴赫木特占领了 普里格金不可能不说话的 这个时候正是他卖弄炫耀 对吧 这个最佳时机啊 他能不说话吗 他能不拍视频吗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普里格金是怎么说的啊 普里格金说啊 他们聚集了大约二十万人 另根据一些消息来源 多达四十万人 不能低估这一点 这是普里格金 他说的 他认为乌军反攻啊 最起码是二十万人 然后穿严有四十万人 他认为也是可信的 说不定正有四十万人 就这意思 总之啊 不能低估了乌军这次反攻 说明普里格金啊 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 我们看看这个老黄鹅斯特利哥夫 他是怎么说的 这里有一段视频啊 有人把它已经翻译过来了 大家看一下 Snapchat 你的问题是网络的 设计相应 你来说五十万人 才能处创业的 有四十万人 你给我留意吗 你还没 tahu 我们有一个大战 是大战 跟 Sang员祸相应 但而是 你不得了 你那么多少了 外国人 被人重视别人 于什么写生 人是说 我们把 Jacqueline 她也闹 Academy 据兵 说明这个斯特列科夫啊,头脑也很清醒,这个人在邓巴斯那儿打了好几年的仗,他当过这个顿列斯克这个伪共和国的伪国防部长,那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说的是有一定的床威性,但是他呢,这个有情绪啊,因为他对普京啊,他对烧一股啊,对格拉西姆夫都有意见,所以他有的时候说的是不利于俄军的,经常损俄军,损这个普京啊,烧一股。 根据斯特列科夫的说法啊,俄乌战线目前没有明显变化,俄乌两军啊,都在为即将发生的大战做准备,乌军虽然撤离了巴赫木特市中心,但依然控制了火车战,他怀疑瓦格纳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到巴赫木特这部绞肉机里面,他认为巴赫木特战线很可能会停滞,就像马林卡那儿被冻结,他说啊,瓦格纳每天都在检员,这意味着其攻击力持续下降。 确实是的,在巴赫木特这儿啊,双方都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一个建筑一个建筑的在争夺,你不管谁,比如乌军要撤离那个街道,撤离那个建筑,等他一撤离完,那个建筑肯定要被炸掉,不是俄军炸的,就是乌军自己炸的。 总的那个建筑肯定变成一堆废墟,不能为瓦格纳部队所用,然后乌军往后一撤,这个瓦格纳部队就要铺上来,一铺上来就进入这个预设火力圈了,就是乌军用海马斯,他已经预设了一个火力圈,就等着你瓦格纳士兵过来,等到乌军一撤,又是海马斯定点清除。 所以说巴克木特是个绞肉机呢,双方伤亡都很大。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的口炮戒一哥卡德罗夫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乌克兰发起反攻,我是很支持的,他还劝乌克兰啊,他说为了反攻的最终成功,乌克兰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源,进攻方向的损失不可避免,我们的防御阵地是有优势的,战术是精炼的,只需要很少的资源,我们就可以防御住乌军的攻击。 乌克兰撒旦分子和北约固兵的反击将使我们在各方面受益,而作为蛋糕上的樱桃、战利品,我们会获得大量的北约装备,以及成群结队的乌克兰的俘虏。 俄罗斯当前的总体情况非常好,人民团结一心,社会得到巩固,总统也获得了创纪录的民众的支持。 因此,如果北约和乌克兰的纳粹分子想从任何方向进行反击,我恳请他们多准备点武器,以增加我们的战利品收藏。 这个卡德罗夫虽然他是个粗人,看上去好像不聪明的样子,实际上卡德罗夫很鬼啊,他现在是立如不败之地,他有他的算盘。 他希望乌军要壮大,要有很多西方的装备,要动用更多的资源来反击俄军。 这个他可不是口是心非啊,他是真的这么想的,就是乌军你最好厉害一点,你来把俄军一举击溃,那么卡德罗夫机会就来了,他就要独立了,要么就是进莫斯科秦王,要么就是宣布独立,乱终取胜。 如果说乌军失败了,他也赢了,你看他早就预测到了,这个我们要俘虏更多的这个乌军士兵,然后还有北约的装备,那车程的网红部队好歹也得分一点呢,战利品嘛。 你看,无论俄军是胜还是败,这个对卡德罗夫来说,他是大赢家呀,所以说他衷心的希望啊,这个乌军啊,别口炮,对吧,你赶紧发动反顾,卡德罗夫啊,都等不及了,梦里都笑醒了。 俄罗斯的这些军阀呀,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各打各的算盘,都盼着俄罗斯的国力啊,被削弱,那就对他们失去控制,都不念普京的好。 那你说普京这个战怎么打,普京也要搞攘外避嫌安内啊,哪天普京避急了,有可能要给这个卡德罗夫啊,安排上一天药啊。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军事援助,美国专家说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为对抗俄罗斯而制造的武器。 根据这个俄罗斯的一家网站观察家卡尔林说啊,他说美国在支持基辅政权的情况下,派遣于俄罗斯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制造的坦克。 他说啊,美国的M60坦克的设计是为追求苏联坦克的有效性,这意味着美国准备把苏联军队当作得手。 卡尔林说啊,1950年年末开始出现一些关于苏联正在研制能携带高速弹线炮弹改良坦克,为了不落后于对手的新式中型坦克T54、T55,美国开始进行自己的XM60坦克的工作。 现在这款本来是针对啊,苏联的这种坦克啊,M60已经进入三月份的一揽子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中,就准备要援助给乌克兰。 这个是专门为对付前苏联的坦克而设计的。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乌克兰的米格29战斗机,这个有可能是波兰,也有可能是斯洛伐克援助的。 这个战斗机下面啊,就挂载了美国的哈姆反辐射导弹,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呢,打得俄军的这个雷达不敢开机。 最近啊,乌军啊,放出了这个美国援助的纳萨穆斯啊,防空系统作战的这个视频。 看这样子好像是今年年初啊,这段时间的。 从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啊,这个纳萨穆斯防空系统之后啊,到现在,就这套系统啊,一共击落了超过100枚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 那这个战果还是很厉害的,就这套系统,这个效率非常高啊。 这个纳萨穆斯是挪威研发的啊,地对空导弹系统。 实际上这是一款空对空导弹呢,改造而成的防空导弹系统。 就是在纳萨穆斯问世之前,没有人改装技术成熟的空空导弹,用于地面发射。 但是挪威人呢,为了节约经费啊,节约这个防空系统研发经费,他是想省事啊,想省钱,决定用空空导弹配上地面发射装备和雷达系统来使用。 实际上就是一种嫁接啊,但是他这个嫁接的想法居然成功了,所以这个纳萨穆斯这个系统啊,从而实现了空中目标的全程拦截,结果被美国引进了。 美国把这个部署到美国本土上很多重要的基地,还有建筑物。 据说啊,白宫的这个防空系统就是纳萨穆斯,就说明这个美国人非常相信,信任这个纳萨穆斯这套系统。 正因为它的安全性,它的效率高,所以它援助了是几套吧,给乌克兰。 然后其他的国家也纷纷效仿,都改造啊,空空导弹来变成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已经是一年两个月了,接近。 大家也看到了战场上啊,不管乌军怎么宣传,也不管俄军怎么宣传,但是现实是这个乌军大量的装甲坦克被摧毁。 俄军啊,大量的装甲坦克被摧毁。 咱们在以前节目都介绍过,这些步兵啊,你好补充。 这俄军啊,它一动员,然后把以前的那些退伍的老兵啊,再召回来,再稍微训练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战场。 冲锋嘛,当耗财嘛,但是有一些兵种啊,你没有办法短时间的补充。 它一旦消耗掉了,那就是巨大损失。 你比如说飞行员,你培养一个飞行员,那就不是论天际啊,是论年纪。 你比如说这个坦克,驾驶员,炮手,车长,就是这一个小组啊,叫坦克这个成员。 这种培养,至起码要半年了,最少最少半年。 那么俄军有那么的坦克啊,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接了盖子。 据统计啊,至少有两千多辆坦克被乌军摧毁,或者是被俘获。 现在俄军啊,因为缺这个很多部件,所以它没有办法制造更多的先进的坦克。 比如T-90,它一个月只能造二三十辆。 而且它那上面很多这个电子元器件啊,都是从冰箱,洗衣机上面,家电上面拆下来的。 最近不有很多人把这个俄罗斯的导弹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啊,俄罗斯的坦克啊,不是拆解吗? 发现很多就是民用的电子元器件在上面。 这个不是胡说八道啊,因为现在制裁导致它很多东西买不到,它只好用民用的来替代。 再加上啊,俄罗斯它缺这个车船啊,就是有人说俄罗斯自己有车船,对的,它是有,但是你它那个车船肯定没有德国的或者美国的好啊,那不精度更高吗? 问题是你车船,它有很多这个零部件啊,需要维修,需要这个替换的,因为它有损耗啊,它那车船啊,机船都是高负荷运转,因为它要加班加点生产坦克,那对零部件的需求就更大。 但是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替换,德国美国不给它卖,它用俄罗斯国产的,那就效果差,不就这么道理吗? 所以说这些都制约了啊,俄军的这个坦克的生产速度,所以它一个月才能生产20辆30辆T90啊,所以俄军才怕那个很多二战时期的,或者是上个世纪60年代那些坦克全部搜落出来,当做一个移动的大炮。 因为以前啊,这个俄罗斯确实封存了很多这样的坦克,因为淘汰了嘛,现在也把它拿出来,送到乌克兰战场上去,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是你这些T-62,什么T-54啊,等等这些坦克,还T-55,你从哪找那么多驾驶员呢? 还炮手,还车长,这都需要有经验的,你本来就是T-55,T-62这种落后淘汰的坦克,再加上新兵,又不会开。 因为这些坦克啊,因为没有什么高科技,也不可能实现自动化,所以对这个经验的要求啊,就非常高,你全靠肉眼去瞄准了,对吧? 手动操作啊,它倒是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那么多这个电气化的东西,都是机械式的,就是说擅手快,可能两周三周,这些新兵就学会了,但是你要让它发挥效果,没有一年,那是不可能的,到战场上都是做炮灰呀,都是成了这个标枪呢,或者是爆二呀,挑战者二呀,这些坦克的靶子。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你想一下新兵,加上什么T-62这种老式坦克,那上面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什么,对吧?自动瞄准的系统,就别说啊,他在多少公里之外先发现爆二,那爆二肯定是先发现他呀,他啥也不知道啊,四月静好,结果一发串甲弹过来了,那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是谁打了他,啊,敌人是谁,对手在哪里,可能就命丧皇权,被人揭了盖子。 不过T-62不容易揭盖子啊,因为T-62它不是那个自动装弹的,所以它那个坦克组成员可能不是坐在那个炮弹上面,所以揭盖子可能要少一点。 所以说,俄军啊,启用这些老式坦克,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对这些坦克兵要求比较低,擅手快,培训两周啊,就能开始走,也能打炮,问题一,开到乌克兰战场就是当耗材,这么说的话,俄罗斯的这些坦克兵啊,可就是倒了血没了,宁死不做坦克兵。 好,这几节嘛,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一个字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